华为啊这个所推出的三折叠品手机呢 苹果方面流口水 对吧 现如今主动要学习华为 那么苹果呢就布局四折叠品手机 诶 苹果连一个折叠品手机都还没有推出 现在呢开始搞四折叠品手机 它真的能够搞成功吗 那么苹果方面最新所推出的这个专利呢 就被曝光了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苹果的折叠品呢 是很多人士在观察苹果产品形态创新的 下一步 那就看一看你到底能不能玩出一些新的花样 华为在全球率先推出三折叠品之后呢 价格当然很贵 坦白的说 这也是华为的一个对市场的一个震撼的产品推出 但是呢 它本来就不是靠这样的一个产品来走量的 两万块钱的价格的手机 对吧 最低价两万 那么高配版本还要两万多 这绝对不是一般老百姓呢 是消费得起的 所以呢 华为推出这个其实就是向市场传递出一个信息 我华为就是要在产品形态上做更多的创新 我就是折叠品手机 未来新产品形态 对吧 如果这是会分明全球 消费者很喜欢的话 那么我就是领头羊 天底下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其实他这个产品的推出 他的策略本身呢 就是在传递这样的一个信号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 苹果呢 这个大家都在想 他什么时候推出折叠屏 但就在大家去观察苹果最新动向的时候呢 哎 我们发现苹果公司申请了一个四折叠屏的手机专利就曝光了 那么这个就引发市场开始进一步的关注 未来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产品形态 那么折叠屏手机这样一个大的新的这个形态呢 是不是已经确立啊 是不是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那么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 这个华为的三折叠屏手机今年的销售状况 引发市场的高度的这个好感 那包括很多订单 对吧 虽然总量我前面说了 他不是一个总量的机型 但是呢 依旧能够来到几十万步的这个销售额 那么大家呢就觉得这个未来啊 折叠屏成为一个大势所趋呢 或许真的是如此 我们看到一些数据平台所推出的一些这个结果呢 能够看到 对吧 那么他的这个销售状况啊 这个市场的预期 消费者的反馈啊 未来的这个这个啊 这个好口碑 对吧 这个好评度呢 似乎都在上升 而华为自身的折叠屏手机的 在折叠屏这个范围领域之内呢 他的市场占有率呢 也是来到了百分之五十多 应该说 如果说大家一起来拼 折叠屏这件事情的话 华为如今确确实实 是跑到了最前面去 对吧 谁敢天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那么谁又能够这个一直吃下去 能够让天底下所有的人都跟着你来吃螃蟹 那么你一定就是这个利益的最大受益者 那最大受益者 所以呢 苹果的这个新的这个专利 三折叠屏手 四折叠屏手机呢 就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苹果在专利报告当中呢 给出了各种不同的这个铰链设计 还有它的四折叠屏的这个 这个折叠的一些方案的设计 这个我们看到了之后呢 也觉得好像似曾相识 好像和华为怎么那么像 如今其实很多的产品创新 以前的iOS呢 是走在前面的 对吧 在乔布斯那个时代 后来的iOS呢 它由于它是一个苹果独立的生态体系 很多的创新就不足了 特别的是远远不及 这个安卓阵营的创新的力度 所以iOS当中后来就发现 有很多的功能设计 产品创新 是在模仿安卓 那么在产品形态方面 比如说一些摄像头的配置方面呢 我们也能够发现 苹果公司在此前呢 很多地方也在学习 安卓阵营的创新模式 有些呢就是在学习华为 这个也很正常 其实行业之内做操作系统的 最近这个鸿门推向市场之后呢 很多人在说 这个鸿门的操作系统呢 非常非常的像iOS 在使用方面非常丝滑 对吧 换言之 他也吸收了很多iOS的优点 这个是很明显的 那么我们今天来讲到 苹果公司推出四折叠屏手机专利 以及呢 引发市场的这个回响 那么其实呢 想表达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呢 在科技创新的领域呢 是很多的 从人工智能 到你的这个芯片 是几纳米 苹果推出的A18 Pro芯片 在iPhone16当中呢 的的确确性能比较强劲 使用了台积电的 三纳米的这个芯片制程 对吧 但是呢 我们看到 华为方面和中国的手机品牌方面呢 在新产品形态的创新方面 对吧 又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径 那么消费者愿意掏腰包 去买一个东西呢 他有很多因素来吸引他 其中新产品形态 也就是独具一格 和此前的纸板的这个智能手机 不一样 那这个呢 特别在人群之中 对吧 像批乐奏折一样打开 确确实实 这种感受和使用体验呢 是以往所不具备的 这就是不走寻常路 大家各自差异化 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想表达的核心观点是 中国的手机品牌 在全球三折叠手机 这个供应链的生态体系建设方面 是走在遥遥领先的位置上 昨天我们看到一则新闻 是这个苹果此前和比亚迪 联合开发这个电动汽车 电池多年的时间 而且这个项目呢 一直在秘密进行 后来当然苹果公司呢 是取消了Apple Car 就是苹果汽车的这个项目 但是比亚迪和苹果一起所研发的 刀片电池 如今在市场当中呢 的的确确非常有竞争力 这就说明什么呀 这个跟此前的电池相比呢 那么刀片电池呢 它就是新产品形态的设计 那么在性能上稳定性方面 各方面呢 都有它独特性 在这个科技创新方面 这个新的模式 改变过往的模式 天底下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呢 他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那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 对吧 在此之前 全球的芯片工厂呢 都是自己造芯片 来服务于自己的产品 但是呢 台积电张忠谋先生 就敢于提出芯片代工厂的模式 对吧 台积电我自己不去做中端产品 不去做手机 做汽车 做消费电子产品 我就专心的做好一件事情 就是为全世界的芯片设计企业呢 来提供生产这个代工 就是这个芯片的代工厂 台积电 那么在过往的时候 台积电起初呢 他是为英特尔公司做代工 对吧 当时这个英特尔 怎么会看得上台积电呢 所以给他一些边角料的活 做不完的 一些这个制成落后的 给台积电 对吧 但是现在谁能想到 台积电昨天的业绩发布会 直接报表 而且台积电在昨天的 这个美股市场呢 大涨近10% 要知道台积电的市值呢 已经来到了万亿美元 这简直是非常恐怖 一家公司市值来到万亿美元 对吧 这个确确实实 非常的有实力 对吧 帮别人做服务 为别人做代工 能够把自己的核心科技 做到这个份上 能够让自己的业绩 出现如此大幅的上涨 那么也可见呢 这个像台积电这样 改变以前的商业形态 天底下第一个吃螃蟹的 对吧 那么这个呢 也有可能失败 但是呢 如果成功 你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比亚迪的刀片电磁如此 台积电独创的芯片代工模式 如此 那么华为方面和中国的手机 终端企业 大力布局新产品形态的 折叠屏手机 亦是如此 我们主要想强调的核心观点 就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未来手机的形态创新 遇到瓶颈 那被迫呢 像多折叠屏 或者未来的这个卷轴设计 就是中国的 我们知道中国的绘画 对吧 绘画艺术 那么在运输过程当中 和存储过程当中呢 是把它卷起来的 对吧 卷轴的设计 那么未来的折叠屏 那么实际上呢 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么中国方面 在这个产业链当中的率先布局 就会成为最大的赢家 我们核心观点呢 就是要表达这一点 而华为推出两万多块钱的三折叠屏手机呢 我前面就如同我前面所说 它主打的概念就一个 对吧 老子天下第一 我就是最早做的 全力以赴的 all in在里面的 对吧 那么第一个吃螃蟹的 生态链布局 大规模的研发 所获得这样结果的这家公司 我就在这等着你 我就在这个位置上等着你 我就知道你一定都会往这里来 当你们所有的公司都奥运到这个领域的时候 都开始来搞折叠屏的时候 就像如今的苹果公司 开始搞四折叠屏的时候 其实不管你几折叠屏 哪怕你十折叠屏 我告诉你 只要你产品形态往这个方向来走 那么华为和中国的供应链企业 这个生态呢 就是最大赢家 因为放眼全世界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在折叠屏这个领域 这个生态体系当中呢 它是能够超过中国的 那么这个很清楚 那就像电动汽车 对吧 只要你发展电动汽车 不好意思 你一定会融合到 中国的电动汽车的生态体系 供应链体系当中 你好比说 苹果在研发多年的Apple Car 它为什么找比亚迪 来共同研发刀片电池 对吧 这里的道理并不复杂 那么核心原因就一个 它的技术先进 产业链布局广泛 那么这个研发时间周期长 有很多的成果 你从头来过呢 那么周期很长 你还未必能够做得出来 那么现如今的 这个马斯克作为全球的科技狂人 他的特斯拉的汽车 在中国的生态体系当中呢 也是深度的融合的 特斯拉汽车几乎百分百的 使用了中国电动汽车的 供应链体系 对吧 那么这个等于说 特斯拉每卖出去一辆车 它里面的各个零部间 从电池到座椅到轮胎到各个方面 那么都有中国大陆的企业 这个生态体系介入其中 那么它所赚取的利润呢 大家都是这个这条线上的 都能够分得一杯羹 所以我是非常乐见 对吧 三星 苹果 全球主要的手机企业呢 都开始来搞三折叠 对吧 这个消费者呢 也有一个再教育的过程 我看到我自己有一些朋友 他们使用折叠屏 使用之后呢 他们说确实体验比较好 除了还比较重 比较厚 当然这一次 华为的这个XT呢 它的这个折叠屏比较薄 那么这个呢 做的算是在工艺方面 有了更进一步 那么未来如果能够进一步的优化 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以后的折叠屏呢 可能会成为一个主轴 成为一个主流 对吧 那么这个中国的供应链呢 就能够成为一个最大的赢家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也可以说 那么苹果方面 为什么在过去搞什么基带芯片 A系列M系列的CPU 那么到后来呢 在搞AI 除了它的M系列 A系列的这个CPU方面呢 成果的确不错之外呢 那么在基带芯片 通信领域和它的AI领域呢 其实都是失败的 都是失败的 但是它的手机中单产品呢 又不能不具备这些功能 于是乎呢 苹果只能够 向高通公司来进行采购合作 只能够向OpenAI Chair GBT来合作 而如今呢 在折叠品领域的话 苹果自主研发 如果不够给力的话 那么我告诉你 它一定会和中国的 供应链企业合作 从反方向来说的话 苹果当下的这个 这个处境呢 也反映出 它的一种科技创新的焦虑感 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 这个美国有个杂志 叫做财富杂志 它在9月11号的时候呢 上个月发表一篇文章 就谈到了 苹果的新产品 没有展现出任何以往的 苹果的科技创新的才能和精神 那么换言之呢 认为苹果产品令人感到非常的失望 那么在美国的财富杂志 它的文章当中指出 苹果的创新 苹果的过去的这个科技的独角兽的这种精神呢 已经欲薄西山 那么iPhone5C多彩的塑料 并没有起到预期的经验效果 这是讲的是 嘲讽它过去的那些 这个这个这个做法啊 就是说换个颜色 换个壳 对吧 另外一方面呢 苹果所推出的最新的产品 iPhone16呢 也是平淡无奇 并没有能够在市场当中呢 引发更多的反响 换言之 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已经在这个老美那边呢 很多人感到非常之不爽了 你比如说最近iPhone16发布之后呢 美国媒体指出它创新不足 当然苹果公司的价格方面呢 这个只能说不涨价和iPhone15一样 然后在市场营销方面呢 推出更多的优惠政策来吸引消费者 那么在全球呢 果粉的数量呢也比较多 在此情况下呢 它还能够支撑一些颜面 它还能够有一些这个市场的销量 但是如果长期以往呢 依靠这样的一些做法 肯定呢 无法回到曾经辉煌的苹果帝国的时代 对吧 在过去的时候 苹果手机呢 是高端手机市场的金字塔尖 是很多人用来彰显身份的一个象征 对吧 从2009年苹果进入中国市场到现在呢 苹果在中国其实也搞了很多的果粉 对吧 但现在呢 这个我估计在市场当中 也没有谁跑到大街上 就拿个什么苹果手机来彰显身份 这有点傻逼对吧 这个 我觉得这个 如果真这么想的 那肯定是 肯定是没搞清楚情况 我觉得大部分人呢 也没有这种想法了 因为太多了 哪没有苹果手机啊 对吧 而且价格呢 也不同以往了嘛 对吧 现在价格苹果手机价格 也不是 就它贵还是很贵 但是呢 在国内你比如说 对吧 MateXT 什么所谓的彰显 讲白了 有的时候也就是一种财富效应 对吧 价格高嘛 对吧 就是彰显身份了嘛 对吧 有钱嘛 任性 是不是 你现在拿一个苹果手机 和拿一个华为的MateXT 三折叠屏 那肯定 对吧 哪个B格更高呢 对吧 这里主要是 用装逼的角度来衡量的话 那肯定XT来的B格更高 对不对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你比如说 这个国内的很多手机 它所推出的旗舰机型呢 价格也已经很高了 也已经超过苹果了 在影像性能方面 我们知道 微博有一款手机叫 应该叫X200吧 那么它的这个影像性能相当出众 对吧 那么另外像小米啊 OPPO呀 都有自己的旗舰的手机 所以现在的苹果手机 它的竞争力确实不行了 对吧 从以前iPhone3GS 我那时候的很多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事情啊 那个当年的新闻 对吧 一个这个少年 说起来也可悲 对吧 可能就是着迷了啊 把一个肾给割了 对吧 然后卖肾 买个苹果手机 这个有点夸张啊 有点夸张啊 那么从当年的iPhone3GS到iPhone6 对吧 iPhone16 那么苹果的更新换代的 这个技术的创新的这个实力呢 是快速的下滑 大家看的是非常的清楚啊 这里呢 我们在很多的这个节目当中的 为大家也都介绍过 这里就不再展开 反正呢 如果一直这么搞下去的话呢 这个我觉得呢 也是前景堪忧 不能一直吃老本 而如今回过头来 想起了三折叠频呢 反正我们就看一看 苹果以后的产品形态的走向 对吧 是不是会坚持这样的一个路线 如果一直这么做下去的话 我敢肯定 苹果越成功 中国的手机的供应链的生态呢 就会越成功 有的时候呢 我们用综合的角度来看 对吧 卖一个苹果手机 我们要做的事情 并不是让苹果手机的销量下降 而是让苹果手机 每卖出去一台 比如说卖 我们用100块钱为例吧 那么苹果公司 现在拿走了绝大部分的利润 对吧 如果他的供应链企业的科技能力 越来越强 那么我就可以做到什么呢 让你这个卖100块钱 对吧 苹果公司是不是有一天 可以让他只拿走10块钱的利润 5块钱的利润 或者说十几块钱的利润 把大部分的利润呢 留给了供应链企业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苹果公司你卖吧 反正你卖的越多越好 对不对 我们看问题呢 要看长久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 苹果在9月份的销量呢 这个最新的统计呢 看起来还不错 主要是由于他的一个新手机发布会之后嘛 他形成了一个就是聚集效应 对吧 那大家呢都集中在这里 国粉在全球毕竟还是很多的嘛 都集中在同一个月份 同一个时间段里面来下订单 那当然9月份的数据会表现不错了 所以我们看一个经济统计呢 我们要要看这个看宏观看总体看对比啊 不能只看这个和8月份比那没法比对吧 就像有很多地方呢去统计用电量啊 你比如说上海的用电量那每年的这个最冷的时候和最热的时候 那用电量肯定是高分期对吧 那用电量呢就不能说没问题 你只能和之前来比啊 所以我们9月份苹果手机有的朋友说销量不错啊 然后就开始来说这个苹果好像啊 并不是那么差啊并不是创新不足啊 苹果还是很牛逼的对吧 苹果还是有很多粉丝的啊等等之类的啊 这个东西呢你就是没搞清楚情况了 对吧为了呃这里也不是说谁赢谁输啊 不是那么简单的来判定这件事情 而是我们综合的来看待那他当下的这个创新啊 如果苹果真的在其他领域 AI人工智能啊核心科技的这个通信领域 基带芯片领域真的就是搞不定 他只能够回过头来在产品形态上来跟随华为 学习华为搞所谓的这个折叠屏这个这个概念的话 那我告诉你苹果一方面呢会进一步的失去 在全球科技巨头产品创新的这个江湖地位 那这是其一其二的话 苹果会进一步的啊 这个他的这个啊产品的利润率会进一步的下滑 原因很简单 你开始在市场的溢价能力出现大幅的下滑了 那就是你不行了呀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让更多的利润给到供应链企业 而如果说中国大陆在折叠屏这个供应链企业的生态体系 进一步的发展 进一步的强壮呢 那以后在这个板块当中呢 肯定是有很大的受益者 如果大家想要啊这个有一些这个投资倾向的话呢 可以关注对吧 如果苹果一旦推出三折叠屏 我告诉你或者不管什么几折叠了 哪怕只要苹果推出折叠屏手机啊 我跟你讲中国的相关概念的这个企业呢 也不是概念了 就相关的这个提供折叠屏的供应链企业的话 他一定是大涨啊一定是大涨啊 因为苹果毕竟在全球每年还卖出那么多的手机 对吧 你想想看这个订单量 这个利润空间是多么的大 对吧 而华为呢 他现在的产品设计呢 其实就在培育了这个市场啊 就在帮助这个供应链企业的成长 就像电动汽车一样啊 同样的一个概念啊 在工业产能方面的话 在放眼全球 老美无论如何打压呢 他都无法取代中国在工业产能方面的 遥遥领先的江湖地位啊 这个呢 是板上钉钉的事情